为了提高购买力,越来越多的瑞士家庭,选择到法国生活。 阿泽维多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,决定穿过一条街更确切地说,穿过边境从瑞士到法国购置房产。 女主人塞布丽娜,向巴黎人报介绍了他们几周前在法国渡省Gof,彭塔利耶·Pontalia,附近购置的新居。 我们有一座花园,和一个135平方米的别墅。 这在瑞士简直是梦想。 这所宅院位于小街尽头,虽不好华,但环境清幽。 塞布丽娜觉得如至天堂。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费尔南多在瑞士的纳莎泰尔努特工作,现在享受住法国的舒适生活和社会福利。 以前我们的公寓月租,是1600瑞士法郎,约10736元。 还有其他一些生活款项。 比如医疗保险,要花1100瑞士法郎,约7381元。 每月请保姆,要花1200瑞士法郎,约8052元。 到月底根本剩不下什么钱。 而在这里,物价大多比较便宜。 人工也便宜。 包括所有费用在内。 这处房产花了31.2万欧元,约237.4万元,价格不低。 因为当地靠近瑞士,房产需求很大,而且边境工作人员的购买力很强。 他们的工资,通常是在瑞士工资的两倍。 但塞布利纳告诉记者,价格仍然很划算。 在瑞士购置同种规格的房产,要花50万欧元,约380.5万元。 阿泽维多一家在法国买了房。 如今,法国渡省,从彭塔利耶到莫尔托莫特,乃至安省AIN,上萨瓦省Holtz-of-Wang,等法瑞边境其他地区。 越来越多的房产被瑞士买家收入囊中。 过去三年,这一倾向一发明显。 2018年瑞士买家的比例,超过了15%。 法国业内巨破21世纪房地产的彭塔利耶地区负责人皮埃尔格林·Vereckling,表示。 据悉,以往到法国购置房产的邻国客户,通常是葡萄牙人或意大利人。 其中不乏中产阶级家庭。 如今,房地产公司大力开发瑞士客户,一个月薪6000欧元,约45660元的瑞士人,完全有能力在法国购置第二住宅。 不过,对于瑞士买家来说,他们到法国购房,并不总是能得到瑞士联邦的认可。 人们告诉我,这样做不太好。 赛布利纳补充道,她有一种背叛感。 据法国观点周刊报道,瑞士的工资和物价,都大幅高于法国。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,提高购买力。 约有三万瑞士人,选择在瑞士工作。 在法国生活。 根据法国与瑞士签订的协议。 日内晚每年需将这些跨国工作者,税前工资的3.5%,作为补偿款支付给法国。 但法国当地要为这些不缴个人所得税的外国居民负担医疗、教育等多方面的费用。